那個還好沒燒到那個 我們就 那你也應該去做個胃精 代表你可能有輕微的胃食道逆流 你可能吃酸梅漬去引發它而已 哦 是喔 而且我們都會建議 因為有保險吃完東西 我們都會建議 在這病人吃完東西不要躺下來 不要躺下來 三個小時不要這樣 要做大概45分鐘以上 是喔 睡覺要三個小時之後 對 我們做不到吧 來 若是心血管發言會怎麼樣呢 各位看一下 導致器官壞死啊 中風啊 心肌梗塞 機率會變成高 在過去20年呢 大概整個心臟界呢 都在告訴大家 要注意膽固醇 說膽固醇增高的話呢 容易心血管疾病 可是很諷刺的是呢 真正心臟疾病的患者 你去看他 有一半的病人呢 膽固醇是正常的 那這就很難解釋 後來呢 在哈佛大學呢 他們做了一個研究 發現到這些病人呢 好像發炎指數也比較高 我們叫做C反應蛋白 比較高 那後來這個研究 受到很多的重視 那我們國內的很多醫院 也跟著做這樣的研究 所以呢 包括心肌梗塞的患者 會抽吸反應蛋白 包括甚至呢 心肌梗塞後做手術 或者是放支架 我們也抽吸反應蛋白 發現到說 不但這些人呢 有發炎指數高的人 不但他們容易得心臟病 甚至他們心臟病以後 治療以後的癒後 也比較差一些些 那到底什麼樣的疾病 會造成C反應蛋白高呢 我相信大家可能 都有去過醫院 如果醫生說 哎呀抽血的結果 這位先生 你的發炎指數比較高 通常這個發炎指數 就是暗示 C反應蛋白的意思 那跟哪些東西有關呢 其實很多東西都有關 一些慢性疾病 糖尿病 高血壓 肥胖 不喜歡運動 或者是睡眠不足 這些東西都有相關 這也是為什麼 現在大家更重視 所謂的代謝症候群的一個關係 像我之前有一位患者 大概40歲 心肌梗塞 然後呢 做了心臟的手術 可是看起來很奇怪 父母親都沒有心臟疾病 然後呢 也沒有什麼特別的 危險因子的樣子 包括他沒有這個 沒有糖尿病 沒有高血壓等等 可是發炎指數真的是比較高 那我們看起來 後來發現到 他一天抽三包煙 那抽煙抽得多 也是發炎指數高的原因之一 其實剛醫師講的那個發炎 那個蛋白 為什麼現在這麼容易重視 因為他 這時候很奇怪嘛 為什麼有些人得到心血管疾病 其實他膽固醇並不高 有些人膽固醇明明很高 然後卻沒有心血管疾病 其實那時候我們的原因是這樣子 我們認為說 膽固醇在血液當中 這樣跑來跑去 他不會沒事去把你的 停在你的血管裡面 不會 通常是你的血管壁有受傷 通常血管壁有受傷的時候 就會有一點點慢性的發炎 所以他跟你講說 好像你是要發炎 加上這些膽固醇高 或者是一定要有這些血管壁要先受傷 這些膽固醇才有機會黏上去 所以像我們現在測的 現在大家除了測這個CRP 就是剛才剛才講的那個反應蛋白之外 我們現在還會測另外一個叫HSCRP 就是更敏感的反應蛋白 因為一般我們測的那個CRP 除非是我們測起來 常常都是10 20 30 大家可以測得到 可是如果小於5的可能就測不出來了 所以現在我們醫院都有一種 最新的叫做HSCRP 高敏感性的 現在已經把它列為說 如果你的高敏感性的CRP變得很高的話 他獨立就可以預測 你這個人會不會容易得到心臟病 其實之前有個病人他就是這樣子 他是一個老闆 他其實因為他一直在拚事業 他常常在外面跟人家應酬喝酒 可是他的老婆 非常非常重視他的身體 可是他知道這些應酬是不能免的 所以他老婆都有 每次都有盡量讓他做一些健檢 只要膽固醇高他就開始吃藥 所以他的膽固醇三酸肝油脂什麼 一直都維持得很正常 一直都維持很正常 可是有一次 他先生在半夜還是被送來急診室 心肌梗塞 當最後救回來 都沒事 最後都救回來 可是他老婆就一直在問說 奇怪 他明明就已經都 我都已經控制著超好的 怎麼還會這樣 其實到後來他沒有看到 他進行報告上面 他的HCRP是4 事實上一般來講 只要超過3 你就可以預測說 你這個人是 高風險 對 就是高風險群的 所以你其實是要遠離 那些危險因子 之前就碰到一個三十幾歲 男性他就是被發現說 他就倒在電腦桌前面 叫不起來 然後被送到醫院的時候 就是一個偏攤 然後講話不好 那後來檢查起來才發現說 他其實就中風 那這年輕中風就 就很不尋常 那所以查原因 他也沒有說什麼高血壓 其實那個中風通常最 就是最怕三高 高血壓 高血糖 我們就抽起來 就是發現他高血脂 那可是他身形不像 看起來就跟我一樣瘦瘦的 可是他平常吃 就是都是吃外食 那你沒有時間自己煮 所以就是這些飲食 不正常飲食就造成他其實血脂很高 可是他 他自以為說他不是很胖 所以他也沒有 而且又年輕 他也沒有去做什麼健康檢查 就一來就已經中風 所以他血脂抽起來是大概兩百六以上 所以後來就是 就是經過復健啊 好好飲食控制 他才有辦法就回到工作坊 其實這種血管發音 偶爾也就是會比較少見的是 這種 那之前碰到一個很少見的一個案例 就是說他剛生完小孩的那個母親 那他就是突然就是也是一樣就是中風 那就檢查起來也發現說 他就已經是腦梗塞 那都沒有找出到真正的原因 最後其實診斷就是發現說 他其實也是類似自體免疫 他會攻擊他自己的血管 造成他的動脈發炎 那動脈發炎的時候 他的那個血管就會收縮 收縮以後血流就不夠 所以這造成大片腦梗塞 那可是他發現了算及時 所以我們先幫他做一個減壓 就是頭蓋骨拿掉的處理 那等到他熬過這一段以後 那再把頭部放回去 那讓他就是說可以先救命 那之後再做復檢 可是這種疾病就是說 有一些血管發炎的疾病 就會跟免疫比較有關係 可是有的久了是不是裝不回去 通常裝不回去的大概就會過去了 對 就是說通常那個是暫時 不會裝不回去 暫時檢 那個如果說把他移開的話 那個腦壓通常用藥水控制 那等到他腦壓消了以後 他這時候就頭骨就可以放回去 我媽媽以前就沒放回去 沒有 他是因為他原來的疾病 沒控制住 所以沒辦法放回去 對 我是說有的可能沒放回去 所以我們冰箱裡面 就是以前開到冰箱裡面 有很多人的頭蓋骨 一片一片一片 還寫名字 對 最後有的 有的並沒有放 只是長 長 但重新再弄 他又變活塑罪了 要再開一隻刀 不過現在 現在通常就是 這種再放回去的手術 相對上都算比較簡單 甚至還有先用那個鈦合金做塑形 所以還可以講究美觀的部分 所以我們常常講三高 注意三高 大家都認為 要三高全部到齊才有危險 對 沒有 我要高血脂 我要高血壓 高血糖 我這樣才叫危險嗎 還是說 其中有一樣就危險 其實有一高就危險 其中一樣高就危險 對 他剛剛講的就是一個高血脂 它就危險了 他並沒有高血壓 也不一定高血糖 但是他有高血脂 但越多會更危險 就三 代謝症候群 那就更危險 包括腰味 因為我剛剛在想 我男生血壓也正常 我的血糖也很正常 會不會我是高血脂 應該有 我跟你的蟲吧 有時候 所以真的有時候看外型是不準的 像有些看起來很瘦的 其實血脂很高 就是那種遺傳性 之前都提過 因為很瘦 就是血脂很高 沒辦法 那要吃藥了 就剛剛有提到是腦中風 腦中風就是通往腦部的血管阻塞 那或者說心肌梗塞 心肌梗塞就是心臟的血管阻塞 那我今天講的就是 我們的腸子中風 就是我們腸子也是很多血管 那血管如果塞住的時候 這個那個 就是 藉由那個血管支配的那個腸子 它就會壞死 壞死的時候 可能會出血 那像之前我有一個病患就是 她是一個30歲的女性 那她其實斷熱蓄細 常常會肚子痛 那她不以為意 因為痛她就覺得可能是便秘的狀況 直到有一天她也是 是很大量的出血 就上大號的時候 發現擠了很多血便 她就嚇到了 嚇到了跑去掛急診 急診的話 像這種急性的大量的出血 她還是會請我們胃腸科 去做大腸鏡檢查 那她這個 她檢查進去的時候 就真的發現到 在她的 比較靠近 伸結腸的地方 伸結腸的地方 有看到有一段 大概10公分的 她的腸子已經整個腫起來 然後壞死 然後再流血 那這個就是在臨床上 我們說 這個叫做 缺血性的腸炎 應該就是 我們剛才提到的就是 算是腸子的中風 那通常這種30歲的女性 比較沒有三高的這個問題 因為像老人家 她如果像這種腸中風 我們可以想說 她可能是 血脂肪高 然後或者是她有心慾不整 然後造成血栓 然後造成腸子堵塞 或者是長期血管慢慢狹窄 年輕的女生比較少這樣 後來問起來 她是怎麼樣呢 她是因為她有 腸子中風究竟是什麼原因 廣告後讓醫師來告訴你 在這兒 會不會太閃了 那天 臨床上 不是 感谢观看